这一排 三个木 这个虽然不是很粗 但是全部都是提根了 这全部都是提根了 这种真的是 很难得意见 像这种提根 虽然不粗 但是还是很不错 这有一窝 像这种 三四公分粗 树头 杆一两公分 造型还是非常不错 这个三个木还是可以 像这种全部扭曲弯曲的 非常有形 粗度也可以 两公分多吧 全部都是提根 还没挖呢 这个还没挖就有提根了 挖起来的话 估计这个根 还是非常值得一挽 先把这些全部挖起来 哇 这个一堆全部挖起来 前都是一些条提根了 这一颗 还不错 这些 捡一捡拿回去 这个都是一些半提根了 一颗这一颗很不错 这个头有三四公分 这根呢也有两公分 还是很不错 都是一些小提根 这一窝 好爽挖的这种 两颗 这种 都是很不错 软一点拿回去 三颗 这种呢就差一点点 但是也是能挖的 一些小提根 四颗 五颗 这颗不紧了 七颗 六颗的 不是七颗 这个七颗 回去可能这些还要修一修 现在暂时修一修 这一颗 每一颗都是提根 虽然不是很大 最大就这一颗 上面这些根太高了 就没必要了 反正下面的根已经够多了 好考定这一颗呢就最大是这一颗 这颗树桃应该有四公分 这一颗树桃 这还有一个树 上面这些枝呢就 剪短一点能放进背包拿回去就算了 以后回家里面再怎么剪 回家里面再说 这个应该可以 差不多十颗吧 刚好挖了一个窝 还是挺爽 好 这期就像到这里了 想要看三个木叶子 可以找我上两期视频看 这期视频呢就 吓我一跳 有个棍子掉下来 这期呢就不给大家看叶子了 喜欢我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